上星期六下午 佛羅里達州Jacksonville 一家商店發生種族主義槍擊事件 名為Ryan Christopher Palmetter的 21歲白人男子身穿防彈背心 駕車停在Edward Waters大學附近後 在商店中槍殺了3名黑人 Palmetter首先在第一名受害者的汽車前 向擋風玻璃射擊11槍殺死了他 然後他進入商店射殺了第二名受害者 此時很多人通過後門逃跑 Palmetter追趕並射擊但沒有命中 他回到商店發現第三名受害者 余女友正在進店 於是射殺了他 然後他在商店內追趕一名女性並開槍 但同樣沒有命中 槍擊開始約11分鐘後 警方趕到現場 Palmetter選擇了自殺 在槍擊過程中他向父親發出短訊 他的父親根據短訊 在Palmetter房間中 找到了一份自殺聲明 遺囑和一些種族主義文字 據Jacksonville警長表示 Palmetter在槍擊中使用的半自動步槍和手槍 是他在近幾個月內合法購買的 Palmetter曾在2017年因精神健康問題 被強制接受過檢查 但由於後來被釋放 因此這段紀錄並未出現在他的背景調查中 天下維視記者編輯報導 所以 在槍擊中